因為那一天盧謝懿沒有出席嘛 對不對 照理來說他不可能有人查卡 也不可能有人投票 對不對 就今天韓國瑜調查了半天 說什麼呢 警察 誤查卡是誰 誤查卡呢 是會場幹事 就是那個伊斯蘭月娜 誤查卡 先把這個卡查下去了 所以呢 我要對於誤查卡的人要重重重 行政處分 行政處分 可怪啊 你怎麼處理一半 你只處理查卡的 不處理按鈕的 幹事不可能去幫忙按鈕嘛 對不對 誰按鈕的怎麼不講 對不對 至於代案部分 韓國瑜強調 以後開會再說 開會再說 所以我要問一下這個 行機最可疑的葉原資 哈哈哈哈 做法是這樣子 這是座位表 這是座位表 這是盧謝懿 他的前面是葉原資 我們有算過 人體工學葉原資最可能犯案 因為他照過去按就可以 哈哈哈 那人體工學羅提瑋最不可能 因為他跨過油尾 手沒那麼長 但是羅提瑋那天走來走去 對 唉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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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有可能 羅提瑋最困難 所以羅提瑋這個人長得又矮 手不夠長 因為這是說羅提瑋最有可能 因為羅提瑋那天穿咖啡色的西方 我那時候說他最有可能 我說也有可能 因為他走來走去 我去跟大家解析這個四季大迷團 廖先祥也很可能 他在旁邊 右手一摸就到了 這樣就可以 對不對 也有可能 所以這兩位嫌疑最大 羅廷偉 次之 可是這時候記者也很精明 都會去問 問葉元之 羅廷偉 廖先祥 葉元之這個人膽小怕事 回應最多 我真的沒有 都講一大堆 我懶得八戒 要講他等一下來講 羅廷偉帥哥 也是說投完票 我都在最前面 還傻傻的不斷到處 呼籲大家打給盧憲怡 他也說 有回應 信不信你家的事 最好笑是廖先祥 廖先祥說 不方便回應 這不是就心裡有鬼嗎 葉元之 我等講說不是我 好不好 你幹嘛不放他背書頭上 如果是我的話 我掉五根頭髮 這個 掉五根 葉元之對你是天大 葉元之 你到底在對著鏡頭 你到底知不知道是誰 你不能講沒關係 但你們黨團 如果你知情不報掉六十根頭髮 看著鏡頭講 如果我知情不報掉六十根 六十一都沒問題 我真的不知道 我跟你講那天狀況是這樣 一開始的時候 因為我也是第一次投票 那時候 然後就是 第一次投票 那天第一次投票 大姑娘上花架 所以搞不清楚怎麼投票 那天就是 議事人員他就拿了一堆卡 然後看到人就幫你插 所以基本上我們是碰不到那個卡 那卡也不是我們去理 那你現在懲處議事人員有意思嗎 他基本上就是 確實議事人員有誤差 就是他有認錯 他有 不知道把誰認成如線衣 就插上去 對 那我覺得第二個誤 就有一個到場的人 他沒被插到啊 對啊 那都不知道嘛 這個不是我可以想像的嗎 為什麼會誤差 那我們的人 我不知道是誰啦 都可以啦 隨便一個人 他就是以為盧縣衣有在現場 為什麼 因為當下大家都以為他在 我們看到 他在 羅廷偉不知道啊 他投完票一直在前面說 對 盧縣衣咧 盧縣衣咧 趕快打給盧縣衣 對 就是大家都以為他在附近 是不是在打電話 還是在上廁所 還怎麼樣 然後看到他沒投票 就趕快打給盧縣衣 然後我們有一個LINE群組嘛 黨團嘛 大家還在那邊傳 盧縣衣趕快啦 快投票 投票了 因為你們那天早上八點半不是甲級動員嗎 甲級動員 在黨團開會嘛 對 那個時候不知道盧縣衣出國 我我跟你講真的不知道 我那天也以為他 你們在黨團有夠鬆散的 五十幾個人 你怎麼知道誰在幹嘛 你怎麼算票 今天要對決 你怎麼都沒算票 說這幾個不來 五十幾個人 那天大家好像以為有五個沒來 但是不知道到底誰沒來 然後 黨團群組裡面一定有黨團助理 真的 我那天笑截圖 那天大家還在LINE說盧縣衣趕快投票 因為我叫太鼻巴 連點名都點不好 然後 我跟你講那天剛好笑是誰 你知道嗎 然後就是都贏投完了 變成就是已經大家都離開 我看新聞 有一個媒體人說 那天盧縣衣有第一輪有投票 那第二輪 第三輪就沒出現了 我還覺得很奇怪 我還問那個媒體人說 為什麼盧縣衣第二還第二 你大概都不投啊 他在 你在他前面而已耶 你也不知道他 我說實在他本來講怎樣 我不是太清楚 真的 你不只連體育署長認不得 你連盧縣衣都認不得 連坐他後面的林兵他都不知道 對啊 林兵 你連當兵整隊 林兵到齊沒有啊 不是 我跟你講 而且那個投票是怎樣 是忽然間就投票 因為十點鐘開始開會 但是十點 十點半 那時候在 有人知道 那時候是什麼報告事項 韓國瑜在獨角戲 他就在那邊唸 然後大家有的在聊天 忽然間投票了 你本來都還不在你位置上 你知道嗎 才趕快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去按 按了之後大家也走來走去 我可能說真的不是我 但是這兩個失誤 一個失誤就是不小心誤差 第二個就是那個人以為他有來 想說他可能是不是去上廁所 幫他按的 我覺得 我覺得兩個失誤 但是不是作弊 也不是 為什麼只查一個失誤 你們韓國瑜是最公正的嗎 要採個 但是要有錄影帶 因為這太怪了 你懲處那要再懲處一半的 你只懲處 誤差表決卡部分 予以行政懲處 至於國民黨立委誤案待案的部分 我們黨團總召協商 後代子開個會再決定怎麼喬 袁珍你剛剛講那個不通 什麼如線一 趕快來投票 黨團的群組 你們一定也有黨團助理在裡面 甚至於你們這個 什麼訊息要傳遞會比較方便 這很合理對不對 你們黨團助理會不會跟你講說 出國啦 去哪裡 第一個一定會這樣講 所以你剛剛講的那個 我認為你沒有講實話 包庇你們黨團 這個很合理 但是有一點問題來了 我為什麼今天才講說 如果把這個議事人員當替死鬼 我認為大可不必 為什麼 連越言之你都講說 如線譯像你也不知道 你連坐在你旁邊 你說你都不知道了 你說議事人員要面對113個委員 那更有時候對新科立委真的是更難一點 我覺得覺得很奇怪 許小鑫自己說長很像 不要這樣 我就覺得很奇怪 他們講什麼 我也不去質疑他們 可是我覺得不合理的地方 一個表決器 你說你那個表決器看下去 原子你要多學一下 你看那個要不是這樣按 一定是先按那個白色的出席 出席按完 就是說我今天有到出席嘛 你按出席人家講說 你出席 你都沒有簽到 你出席 所以你沒有簽到 你偷按的話 那個馬上就覺得說 要驗子完了 你驗子你其實坐那麼近 你可以協助破案了 你就不願意啊 我今天坐在這裡 假設今天 我坐前面 我坐在前面 今天黃創下在那個地方 我今天沒有來 黃創下你還坐到我的位置 議事人員以為黃創下就是莊惠雄 他就把他插下去了 你知道嗎 可是總是 你已經領了一張 你自己 你你回到 你回到你的座位以後 大家會覺得 那你怎麼多一張出來 今天有沒有 今天他到底有沒有來 你們怎麼會不知道呢 怪的就是說 誰去按下頭第一次 第一按的那個標 他要按兩個 又要按出席 又要按贊成 對 除非 除非 按的人會到最後講說 黃創下一定會覺得說 夭壽雄 莊惠雄沒有來 我看見人家按了一個 你就出來講就 對不起啦 我以為莊惠雄 他今天是有來的 知道他今天是沒來 所以黃創下才幫我按 你就這樣澄清就好了 不是嗎 所以這種鬼笑 你明明就知道是你有問題 我跟你講 國民黨就是作弊 你明明就在現場 那一天大家都走來走去 很少人坐在位置上 那個不是重點 就在位置空的 我們也不知道他到底有來 那廖仙祥為什麼不敢回應 沒有 我問第一個問題就好 那當天誰坐在 如仙衣的位置上 我跟你講 每個人都這樣走一走去 沒有人知道誰坐在哪裡 不是嘛 那不是你就是廖仙祥 不然就左林右舍 到那邊聊天 你一定有看到 沒看到 你沒有道德勇氣 不敢講 我下次看你有沒有 一直坐在位置上 不 我坐在別人位置上 如果有發生這種事情的話 我會大方承認 就這我真的不夠看到 以後 陳永康 盧謝衣 廖仙祥 這四個閨尼館 這算什麼 你如果算林彬 好不好